繼續幫助他的身體 在治療過程中 有利自己的看顧 祝我們每個人都需要 在你的裏面仰望你 求主你就帶領我們 當我們思想到我們自己 我們教會的時候 我們都思想到我們周遭的世界 因為你放在我們世界裏面 沒有叫我們離開 是要我們在當中去參與 祝你就讓我們繼續去 為世界討告 為世界各人的需要去參與 求主你使用我們 由我們能夠發覺 你給我們的各人的角色 各人的責任 我們能夠一一去參與 求主你也幫助你自己的權兵 在上的權兵 因為你是那位私行 頒佛權兵的主 你在當中去親自的工作 叫這些在上的 他們曉得你的作為 曉得去敬為你 有些人去離開你 不願意跟隨你的時候 我們見到這個世界 就是越來越糟糕 我們求主你再一次 讓你的靈去感動 讓你的愛去吸引他們 叫他們方向自我 能夠去依靠你 我們求主你再一次 帶領我們這個美國 各人的需要 見到很多不同的需要 我們求主你特別幫助 在邊境內很多的移民 一些難民的需要 我們都一日把他們交給你手中 你愛他們 亦都願意你帶領他們 經歷這個過程 要有一點去面對處理 我求主你再一次帶領 我們的祖國 我們的香港 或者有其他台灣的一些 鄧姊妹 感受我們所出生的地方 所面對的情況 我們再一次 仰望和讓你 向當中掌權的主 繼續向當中施行你的工作 你繼續要按照你的計劃 沒有人改變 繼續去完成 你在地上要成就的事情 求主你繼續去 讓我們有機會去 覺察你的作為 讓我們去 帶著信心 領受你給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職份 求主你再一次 帶領我們 今天早上的敬拜 保守我們 有頂姊妹 可能還在路上 求主你帶領他們 來到我們當中 感謝你聽我們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Amen 頂姊妹 有些我們上次 燒烤見到 有些沒有來燒烤 Hello 大家好 我們一樣 都很開心 今天我們繼續來思考 這個 這個東西 在這裡 我們繼續思考 這個C-PIN 上行之師 今天我們去到第129篇 我們讀一讀這個經文 好 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以色列當說 從我幼年以來 敵人屢次 苦害我 從我幼年以來 敵人屢次 苦害我 卻沒有成了我 如同扶黎的 在我背上滑黎而耕 耕的黎坑甚長 也說 是公義的 他坎斷了 惡人的成喪 願恨護石安的 都蒙收退後 願他們像房頂上的草 未掌成而枯乾 收割的不救一把 群和的也不滿懷 過路的也不說 願耶華所始的福 歸於你們 我們奉主耶華的名 給你們祝福 我們再來祈禱 貼乎當我們打開你的話語 特別我們思想到 跟我們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求求你再一次 接著你的話語去鼓勵我們 讓我們看到 在你的裡面 我們經歷你的幫助 你的特性 特別我們今天思想到 我們怎樣去面對 不同的人的挑戰的時候 祝你就再一次帶領我們 感謝你聽我們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成名 阿門 堅毅的生命 我們今天講堅毅的生命 在這個上行的經歷 我們從120篇開始 講到一個上行之師 一個朝聖者的過程 我們將他思想到 我們基督徒生命的歷程 我們體會到 當中越來越經過不同的挑戰 當進心挑戰的時候 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 我相信就是人 有時候人 我們自己或者其他人 聖經在哥林多前書 其實很清楚講到愛篇裡面 當中提到兩個的忍耐 一個就是什麼 凡事忍耐 還是開始的時候 凡事忍耐 後面也說 愛是恆久忍耐 愛是恆久忍耐先 這個是對人的 凡事忍耐是對事的 即是對環境對事 在裡面都是 無論情況裡面 因為有愛的生命的力量 愛的行動可以 能夠在當中勝過 特別是 今天我們當作對人 是恆久忍耐 恆久忍耐 生命都是很脆弱 人的生命沒有辦法掌握 我們很容易就過去 隨時都不在這個世界上 我記得我們 禮拜五 我們有小組的時候 我們分享 有些什麼懼怕 或者說各樣的事情 我就分享 我最近想到 究竟死的感覺如何 死亡那一刻 究竟是什麼情況 我去想這些 但沒有什麼懼怕 但我們在這裡 只想到 那情況是怎樣的 但當我們生命 遇到接上了愛的力量 神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可以 有堅毅 能夠去愛人 預己 我們能夠正確地去愛自己 亦都能夠這樣去愛一些 我們覺得 可能對我們敵對 甚至是不可愛的人 所以上行之詩提到的 就是我們很想 期望見到的一個生命 所以我們今天 在這個詩篇裏 我們思想到一個 堅毅的生命 特別是針對我們 面對了有敵人的攻擊的時候 那麼上行之詩 我們很明顯 很多時候都在個人的裏面 但也有些詩篇 是群體的詩 今天我們讀的群 就是一個群體的詩歌 群體的詩歌 講到石安 講到一個整個國家 他面對的情況 而在當中影響著個人 所以我們思想到 我們一個群體 我們教會 另外一個群體 我們不等於以色列 但我們是屬於基督的一個群體 我們都面對各樣的挑戰 特別從以色列人 他們面對外來的一些 敵人攻擊 實際看得見的敵人 也都看到背後 其實我們知道 從一個我們聖經的整個觀念 你們會看到 是有屬靈界的攻擊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我們需要去認識到 他們怎樣可以 在這種情況裏面 繼續不斷地去堅毅地生活 今天我們所知道的 因為以色列周圍被圍住 很多是很仇恨想滅他們的國家 隨時都放飛彈 或者有嘗試想去滅他們 出口是說到要滅了他們 所以我們看到 是一個一直以來 他面對的各樣的仇事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我們要從一個群體角度去看這個詩篇 我們說我們的群體是甚麼 我們可以從基督徒的群體角度 我們基督徒會面對甚麼挑戰 或者從我們教會的角度去應用這個詩篇 當然個人我們都可以應用 但是這是一個群體的角度 我們記得要從群體的角度 當群體角度清楚的時候 我們應用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偏離 但是自我中心的一個形容 有時我們要為了群體 我們看到群體的需要 而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我們都願意以群體的需要為一個優先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真正的經歷 聖經裡面講到的 這個真實的一個真理對我們的幫助 因為我們每一個屬於群體 當我們群體好的時候 我們整體也會因此好 當然我們好的時候 群體也會好 因為我們可以去貢獻給這個群體 所以對群體來說 我們有敵人 對我們有生命 很多不必要的困難 使我們很痛苦危險的人 但我們如何去面對它呢 今天我們來思考一下 意識的人如何面對 第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的堅毅 這種的面對敵人的生命 是因為經歷到神公義的拯救 他們經歷過神公義的拯救 他們不斷地帶著信心去經歷這個拯救 堅毅的生命是要付代價 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的確要付上很多的代價 因為他們堅持下去的時候 面對可能有失敗 有挑戰 有危險 甚至面對很多直接的攻擊 所以這是他們面對的 有一個美國的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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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寫報紙的人 他說 我們每一個早上起來的時候 要有決心 有決心 就要去這樣生活 以至我們可以 教的時候 就帶著滿足的睡覺 這是他的一個堅毅的源頭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 我有一個堅決的意志力 堅強的信念 我就可以面對 所以這是從他自己裡面 我要建立這種 或者要用這種生命 但堅毅的生命 不單是來自一種堅持任務 繼續堅持下去 不理反對和錯誤 而是來自一個單純的信靠的心 這是我們今天所堅毅信心的源頭 從以色列人 他們面對敵人的過程裡 我們看到他們不是單單 只是一個很勇猛的 堅定的一個信念 簡單 而是他們相信 我們說信心的時候 就是信靠這位的神 和他的應許 所以我們都唱過 Amazing Grace Sweet the Sun 向我們說 我們從神的恩典裡 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也從神的恩典裡 我們得著經歷到神的拯救 我們開始產生對自己 去怎樣未來 有各樣的生活的一些把握 以及依靠更加去相信神的話 要告訴他們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基督徒生活 是一種合作的努力 我們可以盡自己的本分 同時神也會同時 按照他的應許去工作 所以保羅勸勉提摩太 但是他說 無論得事 不得事 無論我們喜不喜歡 我們主要依靠神 繼續信靠祂 為祂而活的時候 我們會見到 神的工作 向當中更加明顯 我們都發現神的工作 所以真實的信心 是信靠 是產生一種信實 忠信的生命 繼續去走 應該走的道路 神告訴我 基督徒生命 神說我們活著 人活著是為了什麼 我們按照這個堅定的信靠神 你說這樣我們就生活 怎樣去實際生活 按照神的話 去生活 靠著聖靈去幫助得著 這種生命的力量 我們就會繼續走 繼續走完 這就產生一種堅毅的生命 我們從以色列人 他們面對的情況 通常我們讀的經文 他說以色列當說 我從我幽年以來 第二字也說 從我幽年以來 敵人都來 屢次苦害我 重覆地 但是最後說 卻不會有聖了我 所以在他們的生命裡 有敵人 誰是我們敵人 我們從群的角度 誰是我們敵人 他說沒有 我們教會沒有敵人 我們教會有什麼敵人 我們教會有什麼敵人 我們廣東組有沒有什麼敵人 沒有 廣東組沒有什麼敵人 但是從一個基督徒裡面 你的基督徒有什麼敵人 一個可見的世界 和不見的世界裡面 有敵人 可見的世界 我們可能 我看不到有 好像以色列人攻擊 我們看看這個 基督徒有美國 可能越來越多被攻擊 你那天 你整個蛋糕都要受問題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見到 越來越多這些 可能被仇恨的一個聲音 因為你們 因為你基督徒堅持 很古老的一些原則 所以影響到我們不進步 可能這樣去想 對加南人說他們怎樣 他們認為 以色列人是敵人 從他的角度 我們本來在那裡 好好生活 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突然間 以色列人走進來 走來搶我們地方 又說要滅我們 我們一定對抗到底 為生存而戰 所以以色列人 從加南人的角度 他們是敵人 對以色列人來說 我們 加南人是我的敵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 加南人是敵人 因為神的計劃 神說你要進去那裡 加南人的地方 是我給你們的 你要到那裡 然後成為一個 合乎我心意的一個子民 對嗎 而加南人 他們過去太過敗壞了 而你們進去的時候 就是我要透過你們 去執行這個審判的時刻 所以你要滅住他們 不可以留下 但以色列人怎樣 留下 留下 留下一些人 留下各樣東西 所以後來產生很多問題 被影響 結果敗偶像 對神的審判 管教 就想到他們 以為他們被老 巴比倫 所以加南人 其實是 以色列人的敵人 因為他們是神的敵人 所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 我們看到有不同 對敵人的看法 對以色列人說 我幼年以來 從開始到現在 長期受到無數次 各種敵人的攻擊 你想想從開始的時候 他們一路以來 如果從看得見的 他們成為一個 以色列的出埃及 埃及的時候受到虎代 所以埃及人無端端虎代他們 是一個敵人 然後他們進入加南地 神說 你們那裡有阿摩利人 喀人 比利洗人 加南人 希美人 耶利斯人 你進去的時候就遇到他們 但我要將他們剪除 你會遇到這些敵人 之後他們怎樣 又開始慢慢壯大的時候 又遇到阿摩利人 菲利斯人 當他們慢慢成為 一國家的時候 又面對阿術 巴比倫 全部很多這些敵人 不斷地攻擊他們 所以在可見的世界裡 看到他周圍面對很多很多敵人 攻擊我們的 在可見的世界裡 可能有很明顯地 我們要認識他們是怎樣的情況 整個教會 很多我們看到 如果是我們敵人的時候 就是敵黨真理的人 但是我們也知道 有另一個不可見到的世界 就是世界王 撒旦的勢力 主要是主要的敵人 所以主要的敵人 其實是背後邪惡的勢力 所以以色列人 他們面對很多 很多的攻擊 其實就是 撒旦在當中 透過這些不同的角度 去攻擊 要滅絕這個以色列人 因為他們要 在地上 要參與在神的角度的拓展裡 所以我們作為基督徒 或者是和以色列人一樣 是面對了兩個世界的敵人 但我們要分辨 究竟那個是否敵人 這個看得見的人 是否是敵人 是否真是敵人 還是我們搞錯了 基督徒肯定 對其他基督徒 應該不是敵人 我們沒有理由 當其他基督徒是敵人 敵人是敵黨真理的人 以及是一個 撒旦透過他的工作影響的人 他們會去工作 去影響我們 我們看到 在這個世界裡 存在不公義 很明顯 但是在很多所謂公義裡面 也有同時不公義 所以傳道書說 我在這個公義的地方 在法院裡面 都看不到公平 因為人的問題 因為撒旦的問題 人的心 是鬼窄 人的心很鬼窄 人的心自我中心 去到一個地步 當我們有時候 苦心安靜在神面前 我看到 原來我的心是這麼不好 我心是會疾到 我心是 人家很開心 我就不開心 不開心他們 所以 認為撒旦 也在他當中 不斷的欺控我們 攻擊我們 以致我們有錯誤的觀念 我們覺得這樣才是好 這樣才是重要 耶利米書說得很清楚 人心被萬物都鬼詐 壞到極透 有誰能夠識透呢 我們自己也要認識我們自己 我們在哪些地方 原來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壞的地方 我們要靠神去得勝 所以保羅的說 我知道在我裏面 就是我肉體裏面 沒有良善 我這個裏面的天性裏面 因著罪的影響之後 我這個天性有這種傾向 所以都是為了自己的目的 為自己用自己的聰明 自己的辦法 自己的計謀 想得到一些東西 可能是地位 可能是一些的祝福 所以這個是我們見到的 一個可能我們自己就是敵人 所以這個敵人屢次的虎代 但是沒有一次 他們的經歷裡面是沒有一次 會有一次都勝過我們 神最後是幫助我們 保護我們 所以看到這個初一及記 他們進入迦南之前 神的影響是 可能我要猜視者 這個視者是天使 還是提得見的 當時地上出現的耶穌基督 耶穌就是我們說 一個欲身顯現的人子 有可能 在你面前 祂會路上保護你 帶領你 神安排 包括這些敵人 都是祂安排 但祂要帶領你進入敵人的當中 保護你 去到神為你預備的 就是加南的美地 加南的美地 就是現在在中東裡 一直爭 所以不是現在的問題 一直以來 加南的地方是 以斯利的地方 不是他們說 我在這裡佔領了 我們巴勒斯坦人 不是這些問題 出一集記者 3-21節 他說 祂是奉我命而來的 你們在祂面前要謹慎 要聽從祂說 不要違背祂 因為祂必不赦滿 你不過範 所以很嚴厲 對以色列的人說 他們有一個約定 就是你們要遵守這個命令 否則你會受到管教 所以在《生命記》裡面已經說到 所以他們是說到 你們將會被老 如果你是不聽話的時候 你會被老去外邦 散向外邦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結果 就應驗在祂身上 你若實在聽從祂的話 照我一切所去 我就要向你的敵人作仇敵 向你的敵人作敵人 當我們站在神那邊 對不對 我們站在神那邊 神就幫助我們 也是敵黨神的 神就要處理 3-22節 不可和他們立躍 不可和他們和他們的神立躍 不要溝亂 不要給他們的文化影響 不要給他們所敬拜的對象影響 不要讓他們住在他們 不要讓他們住在你的地方 恐怕他們會使得你得罪我 你如果侍奉他們的神 你必成為你的網絡 不要照著他們的生活 不要跟他們一樣 不要去做各樣神不喜歡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一個以色列人被要求 亦都是我們 基督徒 應該我們要站在神那邊 按照神的意思生活 我們如何面對敵人呢 應用它 不要讓他們聖過我們 不要讓他們讓他 行神的心意 六項福音五章三十節 耶穌說我來 不是按照我意思 按照神的意思 不是以惡報惡 行神的心意 就是要遵行神 所要的 要分辨去討告神的話 去囚智慧 明白祂的心意 明白神的旨意 這是教徒每天都要明白 明白神對我們的旨意 神的普世的旨意 神對我們個人獨特的旨意 所以我們從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一步一步去了解 好像一個船要進入這個海港 它會看著很多的燈 一盞燈一盞燈 帶領它進入這個海港 以至它不會撞在岸上 我們也需要很多不同的指引 當你去尋求神的心意 不是單單說我覺得 我覺得神這樣說 不是這樣說 按照聖經的話語 按照你去和一些 真是很認真去尋求神 去跟隨神的人 去跟隨神的人 給你意見 如果兩個結了婚 兩個站在神面前 如果兩個都是基督徒 兩個人在神面前 好好地討告 尋求神的意思 如果有一個未能夠一致 再可能要等候 心中當你做決定的時候 來經歷到神的平安 不是說我不想了 作了決定就算了 好像不用想了 有很多時候我們是這樣的 不要緊要去吧 去完之後就好像很平安 其實不是 是你不想想的 就是你只是經過很多的思考 神的話語 討告 然後當中去問其他人的意見 去參考 想一下自己究竟是想怎樣 究竟自己心裡面 是否真實的 在神面前真實 然後亦都在當中 和你的同伴一起去好的祈禱 尋求 然後作出一個最好的一個選擇 然後去踏出去 當你踏出去的時候 神的平安存不存在呢 當你踏出去的時候 神的環境怎樣印證呢 這都是我們經歷神的心意裡面 每時每刻我們需要去學習的 有些很微小的事情 可能不用這麼複雜 要問人意見 我吃個什麼早餐 這些不用 但一般 但對待你這些決定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決定很影響我 一步步會帶你我去另外方向的時候 好就是在神面前去討告 不要以惡報惡 我以前講到這個侍奉的時候 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很多挑戰 敵人是希望你好像他一樣 他罵你 就想你罵他 這個就是一個反應式的回應 好像他一樣 羅馬書講到那些人 有罪的人 他們被罪惡控制的人 他們都想你和他一樣 拉你入他們的一班裡面 所以我們要拒絕和他玩 不要玩他的遊戲 他們拒絕那些不真實的期望 並且以真理說誠實話 不向敵人對手報復 不去報復 剛才愛是行狗忍耐 就是有不報復的意思 我們這樣會降低我們自己的標準 降低我們神要我們的要求 我們和他一樣一般見識地去做各樣的事 神希望我們這樣的生活 不要以惡報惡最具體的 在羅馬書12章這裡的經文 我們讀一讀好嗎 123 不要以惡報惡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為眾人和睦 親愛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寧可讓步聽從主路 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說 申冤在我我必報應 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 若喝了就給他喝 因為你這樣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你不可為惡所盛 反而以善盛惡 這就是一個經歷神的生命 經歷神的幫助 認識神是在後面幫助他 帶領他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不斷以感的生活 這種生活就是一個堅毅的表現 你說這些不容易 我經常聽到弟兄姊妹說 不容易做 當然不容易 我們做不同 一定要靠神 神的愛 神的生命 你降伏在神的權兵底下 我們才會甘心樂意做得出來 做的時候也都很開心 這就是神給我們的一個生命 敵人的無情的苦害 但有神公義的拯救 是不是剛才說的 敵人很苦害 敵人是怎樣苦害 這裡形容 有一個用泥 拔泥的在我背上 負泥而耕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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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充殘 對耶穌公義 就是慘斷他們的成縮 尼家書說到 你們善 惡善好惡 惡善好惡 對烏善 烏善好惡 多謝老師 烏善 對善你反而憎惡 喜歡惡 從人身上剝皮 從人的頭骨上 什麼 剔肉 惡人的成縮 就是牛拉拔泥的成縮 所以說到怎樣 耶穌是公義 他公義是怎樣 幫助他們 除去他們的枷鎖 從奴役和捆綁中得釋放 耶穌在公義強調了 神對我們 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神的義 拯救了我們 救贖了我們 更加在當中幫助我們 能夠以一個儀的生命 一個繼續成性的生命 去面對這些困難 所以堅毅的生命 不是他們意志堅強 我這個論點 大家記得 不是我意志堅強 不是我靠自己產生的 是來自神的仁慈和信實 在祂的裏面 當你越去認識神 以靠神的時候 知取神的仁慈和信實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有這種 堅毅超凡的能耐 因為神的公義 神對主民的工作 叫祂們產生一個 不會放棄的一個盤幕 所堅毅不是我們自己產生的 是因為期待著神而來的 神在我們心中所做的工作 叫我們積極地 以靠神去得勝這些困難 以色列人就是這樣 今天都是這樣 多少國家怎樣攻擊他們 他們都是繼續 面對敵人的敵人是怎樣 等候神的工作 他們要用神去處理 他們不是等候神的工作 不等於我們任人操控 如果你有被人操控 有人虐待你 你要怎樣 你要逃避 你要去報警 你要去求智慧 怎樣去應付 不是說我們基督徒就是信靠神 就任人去宰割 不是的 我們仍然會出聲 我們會出聲 我們說怎樣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但第一個要找的就是 找神 因為神是主要的幫助我們 神啊你幫助我 所以摩西遇到什麼情況 他立刻跪在那裡 神啊你幫助我 那些詩人不聽我說 他們立刻就求祈禱 他們因為這樣的時候 因為神去當中神的作為 剛才說過 他在當中要去產生各樣工作 所以以色列進入埃及的時候 他們當時有 一群二百多萬的 很多都沒有武器 什麼都沒有 他們整群好像 但去到那裡的 當地的人 哇真是 很多 好勇 鬥狠 可以打仗 但他們可以去到當中 他們竟然害怕 因為他們認識到 以色列人他們出埃及 過紅海 神怎麼幫助他們 所以他們都沒有去到那裡 很多時候他們的人都驚 所以他們說 神要叫他們驚害 妖亂 亦都轉背逃跑 所以不是他們打得厲害 耶利哥也都沒有打什麼 耶利哥成為月圈 債美六日 然後呼喊 神說你呼喊 那就倒了 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考古裡面就是這樣塌 所以神的作為 就是要更加 在那裡記載 打法黃蜂 去飛過去 搞到他們要走 黃蜂 神的計劃 不是馬上把他們撐走 因為撐走了 恐怕這個地方成為荒涼 而地獸在當中起來 你們在那裡生活不好 所以神按照他的時間 去做很多不同的事 去幫助他們 把敵人也都除去 所以 不要將自己 作為最終的審判者 所以我看到這個 神最終是 剛才我讀經文 所以我們面對敵人的時候 我們 去回神的面前 求神去幫助 也都在當中 我們當作什麼 所以這裡 講到我們伸冤 在神裡面 不是我們 更加要施行一個 神要我們有的生命 敵人 餓了 給他吃 喝 反而要給他喝 要將炭火 對著他頭上 這個就是 面對敵人的時候 以色列人他們 給我們看到 也都在新約裡 教導的方向 第二 堅毅的生命 是因為 確信神要施行審判 被稱為咒座詩 五節到第八節 是一個咒座的詩歌 剛才他們怎樣 惡待我們 在坑裡 如果你突然被一些 尖尖的東西 刮到你的手上 怎樣 有時候你刮到皮 一條痕 痛到 它們好像一個泥匡 在你的背部 很辛苦 綁著牛 拖著你走 那些奴役的形容 是非常之突出的 於是 他們的確是面對很多 所以他們說 神啊 你要去施行你的工作 所以有些人說 這個是咒座人 有些很多這些詩歌 叫做咒座詩 但是我們 他們因為知道 這個是神的敵人 我又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 或者因為就早已喪膽 是吧 首先是信 然後跟著要見 所以 這個過程 他們見到 神的工作幫助 更加他們會相信 神呢 要更加去施行審判 對這些迫害他的人 剛才我們讀的經文裡面 講到石安 恨戶石安 石安代表著神的成 代表著他們整個國家 他們被恨戶的 他們都會忙忙收後退 他們房頂的草 未成長就沽乾 收割一把 只是收到一把 過路的得布道祝福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定義 同神為敵的 最後會虧損 會衛免 所以我們關鍵就是 我們要站在哪邊 我們站在神那邊 神就要工作 上帝的審判 這個恨戶的蒙修 一個例子 亞術人攻擊以色列的時候 他們當時被攻擊 是因為以色列人 的確不聽神的話 所以神管教他們 但是透過亞術來進行 神亦都審判這個亞術 當時以塞亞回應 希西家王的要求 他講到亞術王 西拿基納說 石安的處女藐視你 癡笑你 女子向你搖頭 你欲罵誰 知足誰 揚起星來高舉 矮目攻擊誰 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 最終要蒙獸退 做了過頭 神要他們去做各樣事情 但是他們是 亞術是一個很殘暴的 他們對以色列人不留情 當中他們特別 我們行二哥道 當然他們都不是異人 但是神要透過他們管教 以色列人 因為他們拜偶像 李希神 所以說到他們去蒙獸退後 他們也沒有好的結果 他們的房頂 草未長成 即在房頂裡面 巴勒斯坦他們的屋頂 就用些泥鋪上去 所以很容易就生草 派了出來 怎樣 沒有很多草 於是枯乾 形容他們很快速地 他們的作為很快速地 就拜忘了 收割的筆擺一把 收割 很努力工作 但是收割 收不到 一群都收不到 過路的不同的祝福 當時他們過路的時候 看到那些 很多在田地裡的人 那些人都會祝福 祝福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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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些人的審判 所以我們 在這個 面對敵人的時候 我們要清楚 神的審判是會執行的 我們要確信這件事 所以我們要堅持到底 我們怎樣面對敵人呢 是不是要不斷搞聖戰呢 這個聖戰就是當時的意思 我是聖戰進去的 神叫我進去滅你們 嘩,真是很厲害 今天有沒有神叫你去滅一些人 如果有做 你可以做 但是好像沒什麼 所以 新約裡面還說愛仇敵 就不行了 所以不可能還有名義 我要滅他們 我要公義的賤 公義的賤 隨便放飛彈 滅人家的國家這些 怎樣說都說不通 馬上福音說到 指示我告訴你 愛你的仇敵 為迫白你的討告 為什麼 因為神是 日頭照好人 也照打人 降雨給異人 也降雨給不異的人 所以你們如果單愛 那些愛你的人 有什麼賞賜呢 連碎利都不是這 好嗎 如果我們只能愛我們 愛我們的人 對我們好的人 有什麼特別呢 誰人都會 人愛我 愛他 他又繼續愛我 多好 來來往往 但是他不愛你 是你的敵人 但是你反而愛他 這個就是超然的愛 這個只有神可以 神為那些罪人 去敵黨神的 去釘拾自家 所以真的有 這樣的愛的生命 真的我見過很多 這些見證 我所認識的 以前可能講過 我以前機構的 這個韓國的會長 他家人在韓戰的時候 被那些共產黨殺到 全家殺了多少個 還在他面前殺的 多麼仇恨 但是他在神的愛裡面 對著那個人說 我遙恕你 今天我們也看到新聞 有些就是這樣的新聞 有些人說 我遙恕他 我不再恨他 這個就是愛的一種生命 這個是神對我們吩咐的 除非神真要我們去攻擊 但是我們相信 很難找到這些 如果你有這個訊息給你 也很好 祈禱啊 很清楚啊 只要告訴你 你聽到 你們的仇敵要愛他 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羅馬書說 我剛才讀過了 我給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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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實在說 很難啊 我心裡都還沒處理好 怎麼能夠做得出手啊 樂得手 不是出手 你只要放手 讓神說 神啊我聽你說 那就去做了 那你發覺就 開始體會到那種愛 不是我們自己能夠做 這個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隨時你願意就可以 你看到很多家人啊 很多夫妻啊 那些吵架 只要你願意 立刻收口 只要願意 立刻 說對不起 要輸 立刻 停止去攻擊 去想到對方的環境 對方的處境 是可以的啊 只要有神 你聽神說 聖靈在當中幫助我們 恨烏石安的蒙羞退後 我們 要算我們怎樣應用啊 我們不是奏了他 對於我們說 我們去 我們自己要 希望我們所行的 要榮耀而行 不要繼續去羞辱神 更加 未信的他們得信主 得榮耀 信主的 好似我們敵人 信主的 但我們希望他滿有榮 滿有冠冕 神的裡面 祝福他們 恨烏石安的都沒有結果 我們希望有更多結果 帶來更多過剰自己 也都希望對方 如果是未信的 能夠信主 他們能夠成為一個神的兒女 所以愛主的 信主的也都希望他愛主 結果子 要為他們祝福 為我們敵人祝福 討告神 在當中工作 叫他們 愛照神的意思去生活 在墨石安的 雙倍祝福 我們要成為一個祝福的人 他們經歷到 神自己祝福 在神而來 我們作為一個代求者 為他們當中去 所以我們想想 我們今天現在 有誰是我的敵人 群體裡面 敵擋我們信仰的人 還是其他原因 成為我敵人 那些是否主的原因 成為你敵人 還是究竟我們是否自己敵人 我們可能自己 因為不聽神說 我們想按照各個方式 所以產生了敵人 我們都去思想 堅硬生命 為何有敵人 人的罪 也是因為 神帶領我們進入這個 面對敵人的狀態裡面 剛才的意思是 他們的生命裡面 神藉著這樣去成就 祂指揮對我們 對對方 神要在當中成就祂的美意 神透過這些敵人 叫我們面對他們 而帶來有祂最美好的工作 神對我們的管教 可能神管教我們 好像管教的意思是一樣 如果我們再不去回應 我們的虧損 我們的管教更嚴重 因為神容許 好叫我們生命更加絕臟 更加有信心 更加信靠神 更加像一個有生命力的教徒 教會更加因著很多這些困難 我相信現在中國教會開始面對 新一輪的大的困難 可能要小組化 可能要怎樣在當中 面對各樣這些迫害的時候 他們要繼續信靠神 不可以靠其他 我們給你很多資源 不能給了 好像以前文化大革命 不能給的了 全部撤出 你有了資源就慘了 立刻 派名單立刻處理 所以完全不可以靠人 不可以靠人 我們想給都不能給 他們要靠神 在當中信靠神 神啊 我敬拜你 我繼續堅持要敬拜你 在當中 無論是甚麼情況 不一定要用這個方式 不一定要用大大間的教堂來敬拜 知道嗎 不一定要用這些方式 這些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敬拜神 我們是否已經確實跟隨耶穌基督呢 和祂同行呢 你只能夠當面對敵人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是繼續走向神的意思裏面 我們是否這樣 我們是否在裡面有這個堅毅生命 要面對這些很多攻擊的時候 我們流露出來的 是一種平安、義和自由釋放的一種生命 你流出來的一種 面對敵人的果子是甚麼果子 是否神所給我們一個善的果子 一個滿有神的生命的果子 這個菲特列爾西 菲特特大帝 他是很一學問的 當時他面對很多 都讀很多書 所以他經常去質疑這個聖經 開始他就問了 對一個牧師 每次我要求證明聖經是一本 有從神來的靈感的書 你只會給我很多 我沒有時間看的書 我沒有時間看 如果聖經真是來自神的 你應該能夠用一個字 向他證明他的靈感 有沒有 很大的挑戰 一個字 這個牧師說 有 有 甚麼字 以色列 你看以色列 就知道這位神 怎樣去帶領他們 以及在他的歷史裡面 就是聖經很多記載裡面 看到以色列 我們是否可以成為這個 以色列呢 人家說 你做甚麼 你的神怎樣 說外面很多框框的東西 講科學 看我 你看到我就看到神 神是真的 這個很重要 但關鍵就是我們 決定要跟神你 我們是不是真的 我正在跟你的 而你在當中你的生命 就張起我的生命裡面 以至人家看到我 就看到你 這個是最關鍵的 所以我們來唱一首回應的歌 好嗎 回應的歌 曾經一刻 有沒有聽過 曾經一刻 你看我 哇 這首歌好像引我們 不要相信耶穌 但不是 是一個反省的過程 沒有聽過 懂得唱的 跟我一起唱 好嗎 曾經一刻 我們請請神 我們的師他 我們準備一下 有沒有想過 不如不要相信耶穌 這個師哥 開始就這樣了 開始了 你選定了耶穌沒有 是不是選定他 到底 甚麼敵人 甚麼困難 曾經一刻 七刻 淚幻想 沒有信仰 可會是哪 無恙 逐世間 漂流 凡塵內 遊唱 可會為我 我加點氣氛 他就哀傷 曾經一刻 於解角又想 沒有信仰 可會路更漫長 情看街中 人群前路迷惘 心裡頓過 詹路才是 真正方向 曾經 在逐世中 打算 未見處過 耶穌 原是 每刻在旁 讓我 注目 真 美 你共慈哀 未怕艱辛 共你牽手在床 如今一刻 不須再幻想 和你拼搏 不怕路遠夜長 話語中 識陀 愚昧虛妄 得你道向 價值重現 最累得釋放 曾經 在逐世中 打轉 未見處光 耶穌 原是 每刻在旁 讓我 讓我注目 真 你 共慈哀 共怕艱辛 共你牽手在床 神的 會為我開路 堅運 信心盼望 遊將 以朗 與主同行 今天 我 如影般 震飛 赤空 雷奧牆 更生 脫衝 今天 我 如影般 震飛 赤空 雷奧牆 更生 脫衝 如今 一刻 不須再幻想 和你 拼搏 不盼路 遠 夜長 話語中 釋放 圓 會 虛妄 等你道向 價值重演 最累得釋放 神經 在逐世中 打轉 未見處光 耶穌 原是 每刻在旁 讓我 讓我 注目 珍你 共慈愛 未怕 艱辛 和你 牽手 在床 哦 神 肯定 會為我 開路 堅運 順心盼望 猶將 意 樂 與主 同行 今天 我 如影般 震齒 赤空 雷奧牆 更生 處 眾 今天 我 如影般 天父 願意我們 真是 好像 這個 詩歌裏面的作者 我們已經 簡定了 我們不再 猶惑 疑惑 不再去 退後去思想 因為我們已經得著 你寶貴的生命 求助幫助我們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 讓我們有 以樂 同樣的信心 繼續要堅定的 意慮同行 幫助我們 我們現在面對的 各樣的困難 困境 遠處 堅立 讓我們從你話語裡得著 盼望 信心 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以此我們見證 你是各位真實的神 多謝你聽我們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Amen 好的 下面我們要有少少 報告 我們先拿些東西 先拿些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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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一直想 我們的 各位 弟兄 姊妹 一起可以去更多的成長 但是我們的成長的確 每個人不同 我們成長 但是我們成長過程中 我們會經歷很多類似的關卡 但是我們各個在不同的階段 所以我們在星期五的聚會中 我們會有一個十二週次的學習 大家手上會看到整個十二週次的門徒式研讀 分享的一個過程 我們看到在大家手上有這個圓圈 這個圓圈 這個過程十二週次是從尋找 好 從掙扎圓圈當中我們要放棄 擺出來和掙扎中的簡疾神圈圈當中 我們要透過實際的行動去試奉 然後找到真正的意義的過程 所以十二週次裏面有十二個話題 大家看左邊 這邊有十二週次 大家手上有十二週次的解釋 究竟每一週次我們是怎樣 為何要說週次呢 就是其實每一個這些一週 我們有七日的安排 所以大家手上可以看到 在第三頁 就有一個第一週的七日的 好像自己反省的過程 六日 但第七日就是我們小組的時間 所以我們第一次的週次 從七月份開始到 因為我們每個月只有兩個週可以聚在一起 其他有小組或者其他的方式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個直到十二月 每個月我們有兩次這個機會 兩次機會的時候我們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是 你會收到一張 在那一週之前 你會收到一個 類似這樣的 每一日的 今天的週次就是 應該在接下來的星期五 來著星期五開始 第一個週次 星期五開始 你應該開始看第一段經文 以及去回答 反省這段經文的意思 然後第二天就是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到星期四 你應該六個天已經完成了 由於星期五 就在七月六日 我們第一次聚集的時候 第一個週次的小組時間 亦都是我們過去的團契時間 我們就會一起去分享 在這個週次裡面 我們所面對這個成長課題裡面 我們的一些體會、掙扎 以及一些經歷 或者我們一些未來的盼望 我們可以一起在當中去 祷告、鼓勵 一起去支持 有什麼可以互相幫助、達成 另外我們的時間 不是每一週都有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安排 我們在第二頁裡面 開始寫到 7月6日 第一次的團契 然後下一次就是7月20 所以在7月6日之後 我們那天聚集的時間 之後我們會給你第二次的 一星期裡面的 那些經文和一些問題 然後你就每一天去 按照這個思想 然後在我們7月20日 第二次我們又聚在一起 又分享 然後我鼓勵弟兄姊妹 你說我真的星期五可以參加 我們一起去參加 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成長 一起去 面對這個整個生命裡面 我們怎樣能夠更加絕狀 一起去成長 所以鼓勵你 你說我真的那天不行的 我每個星期五都不行 但如果你那個星期一旦 你就來了 但我都會繼續發出這些資料 可能在宋拜裡面 或者我們在我們的媒體裡面 傳給你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做 可能你沒有機會分享 但你也可以在我們的WhatsApp 如果你透過WhatsApp 或者E-mail 你可以 我那天不能參加 但我有些感受 我可以分享 我需要你代討 讓我們去緊密的 一起突破我們之間 我們在屬令上的限制 亦都透過我的電影姊妹 我們加強我們 彼此之間 在神裡面 那種真實的團契 所以這是我們 一個新的上司 在今後 我們之後 可能明年 我們會重新 再會 書卷式的查經 但我們今次 我們很希望 針對今年的 我們的教會主題是 我們在封城的建造 所以我們要想 究竟我們是不是在建造 我們建造的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建造的方向 我們去面對十二個層面裡面 我們的掙扎和問題 你看到那個標題裡面 這個萬向屬靈乘屬 第一天我們面對的是什麼 人性的傾向 我們人性傾向是什麼 跟著如果按照人性傾向 我們會怎樣 我們會有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假務為善 跟著有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處理 我們就有大問題 所以第三 我們要作一個選擇 我們選擇 何謂? 渴慕上帝 渴慕上帝 於是一個新的改變方向 不再假務為善 然後我們 在當中實際的實踐 我們和耶穌一齊 如何生活 跟著我們經歷這個 真正的生命的意義 是怎樣 所以每一個橫線的六日 七日 然後我們中線 由十二周 在分別分散 六個月的十二次裏面 所以在這裏已經列出 所有的 如果沒有臨時改動的話 都對的了 第二頁有寫到 每一次 我們星期五的時間 然後我們會在 之前一個禮拜 星期四 之前 會給到你 這些 或者之前一個崇拜 我們會給到你 所有這些 好像今次第三頁裏面的 問題 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去 成長 經歷神 當中 對我們的福分 也可以得勝 守敵 好 好 好 謝謝 牧師 或者補一補充 其實這個是 我們星期五的團契 剛剛查完 哥林多後書 這個就是 將會接替 我們平時 星期五 茶經團契那段時間 所以 或者補充 這個不是一個 新的小組 只不過是 星期五的 茶經團契的時候 我們就會 依照這個 材料 去分享 我們那個禮拜 在六七段經文裡面 所思想 所體會到的東西 和大家大兄姐妹一同 分享 不是 只是廣東 有沒有問題 哈哈 就像牧師說 不會是 每個禮拜 資本上 大致上是一個月兩次 那 歡迎新朋友 我收到的一位 就是 一位 金榮詩 小姐 哈囉 或者介紹你自己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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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對嗎 就是 對嗎 對嗎 那你幾個月 都是波士頓 對 都是波士頓 好 我們歡迎你 希望可以多點見到你 這三個月裡面 報告事項 如果大家看這個程序表裡 有一項三元福音訓練課程 如果有興趣就在那裏報名 現在接近夏天 大家提一提大家 7月到8月 教會是沒有午餐的 亦都是沒有煮一殼的 Summer 7月8月 最後就是 兒童聖經班 7月9日到13日 如果有小朋友還未報名的話 好像還可以報名 我們報告事項是這麼多 我們一重起來 同場生一種 我們同心來祈禱 天父上帝 我們再一次感謝你 因為是你的愛 你的救恩臨到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站在你的面前 站立 更加主要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寶貴的話語 教導我們在世生活的時候 如何等候你的在來 願主你藉著今天的話語 提醒我們成為一個祝福人的人生 亦都堅持到底去行你的心意 願主在這個禮拜裏面 求你的愛繼續囂負我們心中 以致我們無論對我們所親愛的人 對我們一些我們不能夠接受的人 求祈你的愛充滿 以致我們能夠去愛他們 按照你的方式去帶給他們祝福 求主你也親自地去幫助我們 隨時去經歷聖靈你的幫助 以致我們知道我們不成 我們不能夠 我們無法做到的時候 我們曉得聖靈你就幫助我們 充滿我們 加力給我們 更加的主耶穌 你在天上 你在世上所行的榜樣 成為我們一個激勵 你在天上為我們祈禱 能夠活出同樣的一個生命 願主你就藉著這個 你自己在我們當中 繼續運行在我們當中 運行我們每位頂姊妹 我們這個群體裡 能夠再一次去榮耀你 見證你 求主聽我們同心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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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會請坐 到之後 我們散會和參加主一學 阿門 阿門 母鳥 阿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